男子網彈F4 如今只剩下他 喬克圍棋第九度打進上海大師賽四強 他還在場邊遇見退役好友費得樂 兩人笑開懷 急掌相擁 兩年前就高掛網球拍的廢壩 還是經常獻身各打賽事 這回出席表演賽率度依舊不減 全身散發魅力 大方幫場外球迷簽名自拍合照 其實兩人見面前喬克圍棋才交鋒 年僅十九歲的捷克星星 門希克 寶刀未老的喬帥 客服搶妻丟掉手盤的烈士 重振旗鼓展開反撲 歷經三盤激戰 大逆轉 拿下晉級門票 賽後喬克圍棋大力擁抱門希克 不斷拍拍他給予鼓勵 似乎相當讚許新人的表現 只是賽後記者會喬克圍棋忍不住感慨 喬克圍棋說納達爾引退 對網球界及運動界來說是艱難的消息 如今和他並列網彈F4的費德勒 莫瑞和納達爾都退休了 球迷只能期待喬帥能繼續打 為大家帶來更多感動 DBR新聞綜合報導